好 親愛的全國投資廟 歡迎收看今天的金錢到 先預祝所有天下母親節快樂 當然男女老少 一同在股票市場當中 來做一個慶祝 好 未來的這個機會在哪裡 很多人認為說今天的行情 其實不像是個慶祝的行情 今天的行情讓人家心情沉重 其實 如果你在這個禮拜有仔細看我們節目的話 會知道就是說 實際上要賺價差有好幾種概念 現在這個邏輯就是說 往下挖 製造一個獲利的成本 因為今年的行情 它指數的部分偏向中空 指數中空的原因當然很簡單 就是因為台積電 台積電走中空 指數就是走中空 但個股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走空 當然不一定 今年來講有很多東西可以講 不過最終我們會把中心思想 放在怎麼賺到價差上面 怎麼這樣賺到價差上面 當然不見得是要講一個 基本面的故事了 基本面這個東西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於說 舉例來講 很多人認為說台積電 現在本益比很低對不對 到歷史本益底的低檔區 那是不是賢錢買就會賺錢 我們先不講台電這件事情 我們說市場上很多人 是把台積電當作一種 宗教在信仰 這個宗教在信仰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到很多有趣的現象 比方說 同樣是一個台積電 同樣是全球領先的公司 同樣是先進製程 同樣是半導體 直之牛耳 同樣也是台灣人的驕傲 但是300塊的時候 200塊的時候 100塊的時候 那麼你不見得把它當作 一個宗教在敬仰 但是到600塊的時候 很多人認為它一定會上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公司本身沒有變 但是你的情緒變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 市場上非常有趣的現象 叫做什麼 一個新的數字出來了 4月份開戶的80% 都是年輕人 既然是年輕人 當然你是剛入股市 你不能說你20幾歲 你入股市10年 誰相信你 就算你有入股市10年 你也只是研究而已 不是真正在廝殺對不對 你20幾歲 這個80%是年輕人 然後現在很多大型的公司 也就是說市場上 大家比較熟知的這些公司 股東人數在4月份是暴增的 何來暴增 很簡單 越跌越買 那麼把這兩個新聞鬥在一起 就知道很多市場上 新一代的年輕人操盤人 他事實上就是跌下來一直低階 我不知道市場上 是不是有人鼓吹你這麼做 但是表現在眼前的情況 看起來就是這樣 導致於說現在量能縮小了 因為你資金套到在裡面 你就沒錢了 比方說你只有30萬 你套了華邦店 或是你套了聯電之後 你當然就沒有錢了 導致於你沒有辦法再買新的股票 那麼這裡出來一個現象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禮拜 我有跟大家講過一件事 關於這些小一星的投資人 10倍到底算高還低 這個時候比較聰明的人就問我說 老師你是說哪一檔什麼類股 當你這樣回我的時候 就代表你心中其實是有什麼 框架的 你一定認為某個類股本益比要比較高 某個類股本益比要比較低 關於你不喜歡的類股 你可能會帶上第二句話 緊急循環股 它的本益比高低是反向的 對不對 所以很明顯的知道 本益比這三個字 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說 高跟低的兩個字 是自由新政的 對不對 比方說6倍算低 沒錯吧 但是修正到5倍 它同樣可以讓你斷頭 所以並不是說你買在低的地方 你就一定沒事 也許有一天5倍的本益比 它回到10倍 但是哪一天不知道 它可以下到3倍再上到10倍 對不起你也輸光了 因此的話 我要所有的新朋友們 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為什麼在股市當中 超過5年8年10年 甚至於20年的人 他們不喜歡像你們這種做法 我知道有很多網紅的分析師 是鼓吹人家 往下風低 一直攤平一直買 眼睛閉著買 把它當作宗教一樣的崇拜 先神格化一檔股票 然後再告訴你 如果你要信仰我 你就不要抱怨 最終你會得到你的救贖 對吧 基督很多宗教 都是這樣子寫的 所有的宗教 為什麼都會有一個輪迴 會有一個復活 為什麼會有等到 來世的時候 告訴你會得到好報 基督所有宗教 你看到的都是這樣子 不要抱怨 你現在的苦難 都是為了你接下來的 甜美的果實 你看基督每個宗教 都是這樣寫的 所以當某一檔股票 或某一個現象 被當成神格化來 來使用的時候 一旦出現了 不是那麼讓信眾 喜歡的走勢 情況就像現在這樣子 我現在 我不辨對任何股票 產什麼樣的看法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有沒有信仰 我有信仰 在股市當中 我相信的是趨勢 至於你們所喜歡的股票 或你們討厭的股票 它有可能在我的趨勢裡面 也有可能不在 有可能它今年在 有可能它明年不在 當它在的時候 我就是在我的趨勢做它 這就是我跟市場上 99.999%的老師 最大的不同 我不會去包裝一個東西 讓你說它了不起到 你一定要去買它 如果你這麼做的話 你會覺得很好笑 當有一天它下來的時候 難道你要臭罵它嗎 你也不用臭罵它 春夏秋冬本來就是正常的現象 所以在我的中心思想 就講一件事而已 每一檔股票 不管你是誰 我只做你最好做的這一段 你認不認同 我就做你最好做的那一段就好了 我就做你最好做的那一段 對吧 所有股票都一樣 因為今天是母心節 就跟所有的人講一下 因此的話 照我昨天的說法很簡單 所有的股票上升之前要先怎樣 殺一下 為什麼要殺一下 讓市場上的同業受挫停損 賣出 然後才會上來 因此 昨天市場上 大概十個裡面有九個 都告訴你要準備大反攻了 好在還有我蔡振華 告訴你 隨時會殺一刀 對吧 那當然就是今天 美國這件事情不用做太討論 美國要討論的話 你說六月升兩碼 七月升兩碼 那又怎麼樣 對不對 那有人說 這有陷阱 因為二加二加一等於七 原本說是一年七 現在變成半年七 你騙我 搞一個很大的 就是解這個東西 我絕對不用解 昨天最主要是因為 出領事業救濟金又拉高了 假設說你景氣真的衰退的話 我看六月七月 FED也不見得敢下重手 長期來看的話 是提前結束 緊縮循環的一個契機 如果你有15年或16年的經驗 你會發現到 到16年初期的時候 經濟數據越爛 反而越漲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不會再升息了 因此這種作文比賽就不用了 簡單的重點就是看第一個 美國二月的起漲點有沒有跌破 就看這個就好了 重點不是價格 新聞的本身 是價格對新聞的反應 雖然說道瓊拉回來一千點 可是二月份第一點沒破 對不對 俄烏的起站點 那個地方也沒破 那就好了 那就告訴你說 大盤在這個地方拉回來 回測16162對不對 這個位置是製造五月份 上漲空間的右腳 什麼叫製造五月份 就本來你在這個位置 直接漲上去的話 那五月起漲的股票空間不大 但如果你從下面漲上來 你空間會大 因為上面際線是壓力 這個你不能改變 對不對 好比說你從一樓到三樓 你可以賺三層樓 那你嫌三層樓再少 你就下B1 B1到三樓你可以賺幾樓 可以賺四層樓 先殺一刀再上來 我就專門挑那種被殺一刀的 這個觀念我從這禮拜開始講 因為我知道你會殺一腳 股票市場上不是每次要用同一招 當一個招式要成型之前 他一定會有一個 北極星出來跟你宣告 我要這樣走 這一次來講就是副頂 當副頂跳空那一天 我就開始直接跟你講 接下來所有要漲之前的股票都殺一刀 對不對 你不殺不上來 那我來看一下 這個 說這個 周線今天不好也不會 因為至少是收繳的 對不對 這個周K棒沒有比上周低 所以你在5月中旬之前 只要過一個前面的高點 一個反彈還是有的 161212在這邊 這是大頸線 那我們來看股票 洗過的可以漲更多 洗過的可以漲更多 來 新唐 新唐殺一刀對不對 殺破季線是不是漲更多 所以今天美國大跌直接開下來 賣點就出來了 有人就是搶這個反彈 對吧 那之後會不會有一個 回射頸線的動作 季型在這邊 踩一腳 如果來踩一腳的話 機會就來了 對吧 第一波的投資朋友們很簡單 第一波的投資朋友們就先拉一條上升去實現 失守的話先做獲利出馬 然後再找下一次的買點 創意也是一樣 同樣的道理 這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這邊這裡有一個底背離 有沒有看到裡面有一個底背離 因為這一波來講 所謂的挫殺的股票 基本上都是底背離 底背離的意思是說 在洗牌的這一罐過程當中 指標沒有創新低 指標沒有創新低 底背離是一個比較基礎的東西 大部分出現底部的股票都會背離 但是有背離的股票不一定是底部 所以你不能看到底部出現底背離 就說它是底部 不是這樣 這不是這樣 而是告訴你要反共的過程當中 剛好如果你是底背離的話 有可能是波段的低點 我們看一下長榮 這個就很明顯 有沒有 這裡殺了一段 殺了一段把當時跟著顏總 進去的買盤在這邊殺掉了 所以這一段很輕盈有沒有發現 不用什麼量 很輕盈 很輕盈 為了來講的話 它股本剪掉以後 把EPS關上去 明年會變成一個超高的EPS 有可能 到底是高多少不知道 要看今年下半年對不對 因為下半年營收還沒有出來 營收為EPS之本 如果你沒有EPS 只有營收的話代表你是 如果沒有營收只有EPS 代表你是業外的 我們看一下長榮 這些都是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不受到美國影響的股票 所以有人說 為什麼這次美國股市 納斯達克跌這麼重 會不會台灣的股票破16162 我們不見得 今天是因為有金融股 幾支領先的股票在灌破 要不然的話 今天這次右腳不會那麼深 因為個股來講 不見得跟著指數走 對不對 如果你個股本來會漲的股票 跟著指數壓回 你反而是有一個買點 好 那我們看一下惠陽 惠陽我昨天跟各位提到過 這一次因為殺得夠漂亮 其實漲的也會夠多 所以如果你追在102的惠陽 下去上來只是得結套而已 但如果你是買在下殺之後 80塊的惠陽 你可以賺兩成 這樣聽得懂嗎 假設你是追在102的 你只是結套而已 但如果你買是埋在80 你這一波大賺 所以你要等殺下來 殺下來就是機會 殺下來就製造你的空間 好 那我們就開始幫各位 找殺下來的股票對不對 因為殺下來買這件事情 不是每個人都會 坦白講我覺得市場上 真的會有沒幾個 殺下來還能夠挑得準的話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啦 但是我眼睛所看到的 到目前為止 我自認為我應該是做得最好的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市場上 大家關心的股票 我們看育民 這個散裝 好 這因為惡物戰爭受惠 四維行殺下來以後 你看這個都在這邊轉牆 我們看最標準就像這種 殺下來對不對 好 這明基益彩 主要就是這兩根 對吧 好 到昨天為止 你看一下 殺下來以後 一根 兩根 三根 三根 我們再來看一下四根 這禮拜四 今天再供一根漲停 五根了 沒錯吧 從這邊拉上來 這根跳上來 一 二 三 四 五 五根了 所以 這一波有人說什麼 生技股已經結束了 怎麼會是結束了 你看到那個 檢測股票在休息 就代表玩生技的資金 一定會玩一漲新的股票 假設說這個禮拜 泰博保齡還繼續漲的話 其實老實說 我認為明基益彩 沒辦法漲那麼多 就是因為在泰博保齡 這些身上的錢 暫時移到明基益身上 它才能夠漲那麼多 這個東西就是叫做 我之前跟各位講 貨幅是相移的 你看到主流族群當中 領先指標在跌的時候 其實有兩種人 一種是忙著嘲笑那些 跌下來強勢的股票 另外一種就像我這一種 趕快抓住這個機會 因為錢一定會拉另外一檔 這個邏輯像什麼 我跟這個要講三月營收 我舉個例子 正暴臉對不對 最近不是很強嗎 你看我舉一個例子 它營收是不是二月上來的 對不對 哇連鎖這邊二月才上來的 好你看 它實際上在漲的時候 這裡是不是二月 這裡是二月嗎 一月底開始拉的 同樣的現在四月營收還沒高 但是它三月底就開始拉 五月底 五月初就開始拉了 但整個波段來講 是從這個地方上來的 所以營收這件事情幾個重點 你要營收你價格要上來 對不對 這個道理其實就跟什麼一樣 你看像藥華藥 它去年飆過一次記不記得 對不對 紅雪球那顆藥 在歐美不是大賣嗎 在這地方刷下來 刷起來 恢復正常交易 很多人都會說這叫利多出境 可是你搞錯了一件事情 像我昨天說的 對不對 你拉上來必有原因 大家看一下 暴增的營收四月 這四月營收 暴增的 有沒有 越過去年11月的那個高點 暴增 所以今天創一個新高 現在同樣的道理很簡單 你說這幾支 像泰博 保齡對不對 因為你第一段拉上來 是大家估你四月營收很好 那你拉上來以後 先擊殺一段 把什麼 把業內洗掉 洗到以後等營收 像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你營收出來你就要創高 對不對 你就要創高 跟茂林一樣 你營收出來你就要創高 所以拉回來的過程當中 就是在等待你營收出來 你看能不能拉高 那你今天營收如果是漂亮的 拉回來就變機會了 在這段修正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有新的股票可以做 因為我節目一開始都說過 錢要放在最好做的地方 明機就拉出來五根 對吧 股票市場上永遠有這個機會 每個禮拜你只要抓對一檔股票 三根漲停就夠了 一年有52週 扣掉放假兩個禮拜 還有50週 一個禮拜只要抓到一檔股票 一個月只要抓到三檔 其中一個禮拜讓你休息 甚至於有可能抓錯 三檔就夠了 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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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這就五月計畫 對我來講沒有什麼 今天撒下來很好 撒下來表示很多強勢的股票 拉回來剛好是一個買點 我們趁這個機會 今天有母親節的一個活動 歡迎大家一起來慶祝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撒下來回來 五月十一日晚間九點 五週生意維他命C口含定 水中汗刀型 前走未見的四合一 全新Perseo寶銀洗衣膠囊 不怕意外找上門 纖維裡的深層無動 還有戲劇 塵蠻 臭味 以科搞定 四合一膠囊科技 四大功效一次滿集 精致乾淨 無可挑剔 Perseo寶銀四合一洗衣膠囊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及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到封城呼呼 最多基本面到深夜池泡面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人 唯有摩爾 銀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來來幫你幫我 很棒 很棒 這個心臟我用六十多年了 我們的心臟一定要照顧 要怎麼照顧呢 水電含量也會降低得很快 我們的Q10 用的是還原型的 那麼它的吸收效率 比現在市面上所有 氧化型的效率要高2.5倍 愛顧心滿滿的Q10 聽說有優惠 趕快打電話 0809-082929 工作室腳被砸到 老闆不肯出場 也沒上病假 我要 打關 第一次了 勞動事件法設有專業法題 有專業法官方你先調解 調解不成才進行訴訟喔 勞動事件法保障勞資足夠權益 化解爭議更快更Easy 走了 我們去看瀑布囉 我頭痛 你們去吧 嫂妹 你怎麼不吃止痛藥呢 聽說吃止痛藥會有很多副作用 聽別人說 不如聽專業的說 我推薦普達騰 還溫和有效 而且24小時排座體外不殘留 我推薦給家人 也推薦給你 補拿騰 專業認可 溫和有效 剛才我瞅著廟裡的那個惠敬和尚 好像是我們梅州島失蹤多年的揚生權啊 我知道你活得很痛苦 所以只有死了才能得到真正的親戚 就讓我送死地上路 要想將牙子省之語法 必須要有鐵的證據 東海曾經出現過一塊氣勢 什麼聲音都能原模原樣的 保留在這塊神奇的石頭裡 得想想辦法把這個寶貝借過來 晚間10至12點 持定天后宮媽祖大顯神威 掌握市場先機 就是給您獨到的投資建議 每週一至週五下午2點半 已經前到蔡振華 都市看中市 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其實市場上有一些公司就是 比較不會有人在關心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華新客有沒有 你看下跌的過程當中 他每次組一個平台有沒有 他的反彈都是無效的 他N字都不出頭 偶爾出現一個日線的N字出頭有沒有 他出頭以後隔天的抵抗 就再也沒有出現高點 你看這個收盤架沒有再上去 有沒有 他這個日出的收盤架都變壓力 這就是下N了 下N就代表說 你往下的時候 這根N棒出來的時候 這應該是多頭抵抗 多頭抵抗再破 多頭抵抗再破 一路下來 很多 這個舉例來講 大力光 玉金光 有沒有 這些股票很多 都是以前被造神過的 PA一大堆 PA不要講 太殘忍了 對不對 都被造神過 都被造神過 現在為什麼沒有人理他 所以我覺得天使一下母親 我跟你講 我這一次看那個 持股診斷的時候 我印象最盛刻一個孝子 孝子真的我叫他孝子 他媽媽本身沒有看我的節目 他自己把他媽媽的持股診斷拿來給我看 他不想讓他媽操心 但我覺得孝順的兒子 我看他媽媽手上的股票 全部都是那種最好的公司 往下攤平一直買 標準的媽媽的做法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跟各位講說 我進入股市最初就是因為我的母親 我說過了 我要幫散戶 我的方式跟邏輯 就是針對手上只有一套資金 去設計的 今天有這個活動 就歡迎大家跟我們一起來 手上有這些股票的 你看中鴻 像這種東西 上升格局趨勢線失守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是出掉的點了 到這個地方來 你很難去處理 去處理 除非你用空單去保護他 要不然你說這怎麼處理 空單你要保護也不行 我要空單去反彈的時候 你還不是一樣被兩頭咬 與其如此看你的資金有多少 不如直接就換股了 換股最好的時間點 就是在這種長紅棒空頭抵抗的時候 空方格局當長紅棒空頭抵抗的時候 有沒有 好 那今天有一些股票本來破線 對不對 嘗試修正回多頭格局 這裡就是第一個賣出點 不見得是這邊 聽清楚 這裡就是第一個賣出點 但你第二次過高以後 又把他失守的時候 這地方就是短線在這邊就全出了 因為你上一次的賣出點本來就在這邊 如果你要多多抵抗的話 應該是收盤價收到他上面 這裡變成一個拉高解套的位置 很多這種現象 其實像這個是跌很深的 開放信用交易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講一個 就是 並不是所有在高檔的股票都有這個問題 你要看他成長的趨勢性 還在不在手上 很多股票去年成長性非常好 導致於今年變衰退 不是這家公司有問題 而是你跟去年比 像有的公司我們講 四月銀生為什麼重要 比方說你看華府 對不對 昆山停工還創高 這沒得廢話 昆山停工我都創高 你拉起來開盤直接這樣就買 這不是跟剛才那個 我跟各位講那個貿易人差不多 對不對 意思很像 所以四月的營收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為什麼講四月營收講這麼久 因為我的眼睛已經在看半年報 我不是要挑那種半年報什麼 公佈以後誰會大漲 不是 我是要挑半年報好的公司 在他公佈之前先買 一公佈我就出掉 那你抓前三月營收 看第四月 Q2起來的那個開頭 誰有機會比上一個月高 所以這些都一樣 這些都是漲完第一段拉回來 大家都要等著看營收 這個時候你就不用去管它 那易德也是一樣 漲多最近在拉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也是一樣 漲多在拉回 農糧股是這樣子 全球都認同 但是美國股市的農糧股 還沒有動 台灣是先拉了 那今天來講的話 匯光跟這個東簡 資金先進來無妨 台灣比這個國際強 因為早上吃亞洲的新聞先出來 就是那個印度的熱浪有沒有 部分的原物料 開始又往上飆 但是還沒有經過 晚上的美國股市驗證 如果晚上的美國股市一起上來的話 下禮拜就有機會 不過現在重點來了 4月以後還是要上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 位階夠漂亮的就先攻了 那我們看到金剛 這次拉回的時候先殺一段 那我們看到這個禮拜 有沒有 到昨天為止 今天再創一個新高 跟明基一一樣 公司成金繼續拉 一根 兩根 兩根半 都是在殺下來的時候 形成最好的買點 榮鋼也一樣 貪姆公司嘛 所以現在來看一下 當時 回頭來看 明基一才拉回了這個最後買點 跳空起來這五根 但最主要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這一次因為生技股 尤其是檢測試劑的幾支 短線在修正 短線在修正 然後你已經說還沒有公佈 所以大家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就先殺業內 殺業內資金跑去做明基一財 很明顯是這個現象 所以這一次錯過我們這段行情的朋友 下禮拜注意 第一個來 明基一財的接班人 同樣是家事團集團 齒骨大概三成 主公醫療器材 遠距 這個很重要 明基一財就是遠距 那麼這一次我們說 沒有搭上快車的朋友 慶祝母親節 讓媽媽很親 所有的朋友 全天下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來慶祝 這個體貼的丈夫對不對 孝順的兒女 母親本人操勞加持 讓媽媽安心來跟著我 下禮拜我直接帶你做進場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實施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